亲爱的各位好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主播文家 欢迎与您相约 维根脸世界读书共学会 今天让我们一起分享 第84个素故事 妹妹获得全新的生命 我的妹妹李贵军 45岁 家住吉林省双辽市 从事个体经营 2006年3月 我正在北京 接受养生师培训 突然接到妹妹的电话 说医院 初步诊断她可能是宫颈癌 当时我故作镇静地安慰她说 没事 不要怕 即使真的确诊 咱们也可以试试中医时令养生的方法 因为已经有了许多癌症 因为已经有了许多癌症的成功调养实力 接着 此后 宫预许多癌症的方法 一旦复发 经过 经过许多癌症的方法 经过许多癌症的方法 加上 加上长期心情不悦 气道 淤阻 湿寒凝 我们根据妹妹的体质特点 确定主要调养方案 是补气 养血 健脾 养肾 柔肝 自因浅阳 调整她的身体与时空节率相适应 在不同的节气时令下 进行相应变动调整 同时改变她的饮食习惯 彻底杜绝 供给癌细胞赖以生存的酸性土壤 饮食只吃纯素食 杜绝 鱼 肉 蛋 奶 在心情上 让她尽量保持 和喜怒而安居处 摒出怨恨 恼 恼 恼 怒 烦 五种负面情绪 增加她的调养决心 以上方法使她清醒地认识到 癌症并不可怕 只要能遵循自然规律 身心合一 营养平衡 阴阳平衡 健康的细胞就会代替患病的细胞 肌体 就会 有序的健康发展 癌症就会不胀而胜 我们在给妹妹调理时 没有针对她的病灶 而是在不同的时令下 调整她的身体 与之相符 就像承恩老师说的那样 使她吃得香 睡得沉 精神爽 就会进入天人合一的健康状态 老师经常讲 不要跟着指标跑 要看人的精气神 所以 我们在给妹妹调理的过程中 不建议她经常做检查 直到2011年11月 才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身体的各项指标全部正常 自己高兴 家人也高兴 到如今 妹妹已顺利走过了八个年头 自我感觉身体各方面都非常好 你根本看不出 她曾经生过一场大病 妹妹很幸福 她身边同样得这种病的人 有早于她的 有晚于她的 都相继走了 她说自己真是幸运 能在生死边缘 遇到中医时令养生 获得一个全新的生命 文章来自吉林九台 李贵文 朱永曾 2013年1月14日 陈恩老师点评 指标是标而非本 现代医学 可以用许多生化指标 量化人体 将来会 愈多且愈惊喜 这是好事 同时也是坏事 可用指标作为印证 为指标而活 泪雨 因从每年的五云六气变化 到每天的日升日落 均对指标有影响 天睡我睡 天醒我醒 粗杂淡饭 香甜 心里欢喜 乐于助人 这些也是人生健康的指标 舍去这些指标 会被现代医学生化指标 所负而做奴隶 缺乏辩证 山中老农顺应自然 详尽天年 令人深思 指标是标 而非本 亲爱的伙伴们 让我们感恩作者李桂文 朱永增 和承恩老师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